现在外送盛行 但是点的餐点被用丢的 让民众气炸了 高雄民众泼文说点外送 但外送员不但餐是用丢的 送完要离开的时候 还吐了一口槟榔汁 疑似因为民众住的是公寓 外送员不满要求送餐上五楼 爬楼梯之后想宣泄情绪 殊不知全都被监视器拍下 手上提着客人的餐点 外送员来送餐 还插两接踩到门口 外送员进向练准度 泡屋线用丢的 结果餐点没成功放好 滚到地上 捡起来再放一次 但这力道似乎有点重 随后拍照交差任务结束 只不过离开前却留下纪念品 地上一滩红 一丝吐槟榔芦 职业道德没有那么好 对啊如果他真的是在门口吐槟榔芦 直接客服再点一份新的 满心期待等餐点送来 看到食物被这样对待谁能接受 当时民众颇文要大家评评理 网友推测可能是爬五楼爬出火器 送到另类吐血 也有人替外送员缓扎 认为民众其实可以下楼领餐 工作辛苦但丢餐态度也引发负贫 尤其随地吐槟榔芦 一旦遭检举是这明确 依废弃物清理法可裁处 1200到6000元罚款 吐这一口怨气是发了 但恐怕得跑好几单才能换回来 记者柯成浩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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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